大火隨強風燒向住宅區 智力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野火 影響約四萬人 造成至少132人喪生 但沿海小鎮比那薩馬郊區的 伯塔尼亞社區 70棟別墅完好無缺 周圍則被燒焦的土地包圍 能在災難中信念餘難 因此被稱為奇蹟小鎮 居民和官員表示 伯塔尼亞別墅之所以 得以幸存 絕非出於僥倖 而是因為實施這項 減少野火損失的社區計畫 他們在事故發生之前 社區早已砍伐了周遭的植被 修剪了樹葉 並清除了山頂房屋周圍的垃圾 他們還引入水源 保持土壤濕潤 小鎮周遭建造的牆壁和鉤渠 也加強鞏固了防火牆 阻止火勢進一步進逼 熊熊烈焰 讓民眾頓失家園 展開重建的同時 除了建材多採用耐燃材質 社區整體規劃也需考量到野火威脅 才能防患未燃 大愛新聞 武貴珍編譯